一開始構思的程式,媽媽也有提到 原來差不多一歲的寶寶是比較難去照顧 因為他會很像媽媽,亦都經常會哭 他自己個人經驗都說,其實他被親戚去照顧 其實都會有情緒問題 在這件事上,我們如果可以很有經驗 很順利去照顧好嬰兒,是一個優惠 我們是未去到那個級別 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協助媽媽照顧好嬰兒 始終媽媽都會擔心,病會不會不夠好 或者媽媽才會知道嬰兒是想要什麼 所以就很開心 她媽媽都說我們今天都完成了一個任務 都學到東西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由早上8點起床,然後10點去西貢 我們約了10點 我們10點半前去西貢 原來是真的很辛苦的 是要開耐性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 我說了很多次 媽媽是一個很偉大的確成 就是這麼多 真的很辛苦 小哥 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差不多時間煮飯了 我只不過是一個工人 我覺得就算讀了多少書 都沒有用多少 沒有英班 其實你去到實踐的時候 原來是另一回事 寶寶哭了 根本不會知道她究竟是肚餓 好啊 影片有問題啊 想喝水啊 還是怎樣啊 很難去猜到啊 或者純粹那一下 不開心 或者看到某些東西 或者聽到一些聲音 太多合作出現了 哈哈哈哈 她都笑你 哈哈哈哈 我們又很緊張 然後又害怕 然後又 手磨腳 你這樣呆了 不知道想怎樣 哈哈哈哈 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有沒有一個粗手無策的感覺 絕對有 你不知不知道這樣怎樣 如果剛剛生了寶寶那些 媽媽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她自己本身可能都 身體又已經虛了 情緒上有需要人去陪她 然後又面對著寶寶 自己又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會崩潰 我上一個節目也有說過 其實我是想有小朋友的 無論有沒有brug related 其實我覺得 一個人去教授 去傳遞 我的知識 或者我的經驗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也是想的 但是至於經過完今天 我再告訴你 哈哈 不知我 覺得我對小朋友 有一個 是外掛 可能會有一個 可能想回家 然後 會有一個小朋友 跑過來 爸爸 跑過來抱著我 這樣 我覺得很窩心 好嗎 其實我家 在我小時候很窮 我出生的時候 我是耳朵 其實 我是 不要看我現在這麼瘦 但我那時候 是十磅出生 你現在很瘦嗎 我現在很瘦 我媽媽那時候 真的想我出生的時候 健康一點 他每天是逼自己吃東西的 因為我哥哥出生的時候 反而不肥 所以他第二胎的時候 他就是 養磚儲休 不斷喝奶 他跟我說 每天一定要喝一杯熱牛奶 吃很多奶類製品 就是 給生孩子好的食品 媽媽 除了照顧那一部分 是很辛苦之外 其實他又懷孕那一刻 其實已經在經歷很多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想像到的事情 他經常都會跟我說 就是 你是我生出來 我其中一塊肉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媽媽是唯一一個人 是完全不會背叛你的一個人 我們今天 其實有三個人 抽一個嬰兒 都抽不到 其實那時候我媽媽是很激怨 他反而是 有跟我說過 他帶我和我哥哥下屆 我和我哥哥差一歲 他說他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 之後 就可以去買菜 買很多東西 原來上一個年代的女人 是可以這樣做的 媽媽是為了下一代 有一個更好的生活 其實是完全這樣去付出 他們經常都說 什麼 養一百歲長 有九十九其實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 去到今天 正式 抽一個嬰兒一天 令到我更加 感覺到 那時候他的壓力 就是那種 時間 要長期 在嬰兒身上的壓力 我小時候 其實挺有趣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坐在那裡 那些嬰兒車 就是坐在那裡吃飯的 那些嬰兒餐 那些嬰兒 那些嬰兒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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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桌面有東西吃 我可以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就試 放上那些東西 都混在一起 對 是啊 你記得這樣 這些是家人跟我說的 真的很踩 在那裡玩 這樣玩 弄得整張桌子 是 骯髒的 那樣 我長大 大概十多歲 到二十歲頭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很生氣 即是生氣了媽媽 其實都沒有人教她 不懂得怎樣去教育 而她也很緊張 我 我二十歲 那她一緊張就會罵 即是會出動手 那 在十幾歲至二十歲的時候 我不理解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去教 然後 之後 因為她病了 我們 也會談 談這件事 我每一次提起這些事 我都會走 然後我媽媽也會覺得很內疚 因為她也跟我坦白說 其實她也不知怎樣去教我 也很害怕我去哭 差答錯 所以她就會 一緊張 她就會動手 那樣 其實聊完之後 我很記得那一次 是唯一一次 即是這麼大個 就是唯一一次 她抱著她 吻了她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今天 我看到寶寶就哭 即寶寶哭的時候 很害怕 我不知怎樣去處理 然後我很害怕 我會好像我媽媽那些 那些 做法去對別一點 所以其實我都 有一點點 協助一下 那天大過了 那你 經歷多做事 見到多些 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 當時 家人都不 都不想去 用這個方法去 教育的 只不過 真的沒有人 沒有人告訴她 應該是怎樣去做 所以其實 媽媽是 很偉大 很 是一個 我覺得是 沒有一樣 可以除代 這個角色的 是的 那 其實我 從小到大 都是讀思考 那 我家裡不是特別有錢 那 但是 因為我媽媽是 想我 讀好一點 但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時候大約 十六歲左右 那時候 很反叛 我跟家人關係不好 我是 那些錢 我是 會拿去玩 我會逃學 那 我媽媽是要 兩份工作去 支援整個家庭 我爸爸有工作的 但是 始終 兩個小朋友的支出很大 尤其是 當去到中五 中六 那時候 我一個月的學費 應該是三千多元 但那時候很貴 還沒計算其他 那些 淋淋深深的錢 我去到大 才會去 知道 其實 媽媽是 出發點永遠 是為 她的 寶 她的兒子 所以 我其實 都很 很內疚 那時候 浪費了很多錢 而且 沒有好好地 讀好書 很用心地 栽培我 雖然 那時候 家庭環境不太好 但是 所以 我也希望 將來 我可以 或者 我現在做所有的 項目 都希望可以 令到她們 安向萬年 那時候 再開 一整整個 小孩 一整整個 三千 一整個 想不想再 臭多一次 寶寶 我覺得 下一個應該 是要臭我自己的 寶寶 因為其實 你也知道 每一個寶寶有不同的階段 最有童真的階段 其實可能是兩歲錢 之後其實要不斷為它的學業拼搏 所以我… 我自己對下一代的觀點是怎樣呢 因為我已經嘗試了年輕時舒服 我現在長大了就要辛苦 但如果在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會辛苦一點 出多一點力 他長大了就能輕鬆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經驗給他 我會想他是… 懂得走的時候帶他出去 懂得溝通的時候 我會想帶他去主題公園 你們自己的愛情療癥 有沒有想過要跟這個人… 你… 其實我們有聊過的 但我們最快下一步都… 上天是五年後 五年後 所以… 我們去到那個時刻 就下一步了 因為我們又不想… 很密貿而言很闖絕地去做一些網絡 因為我覺得如果… 下一代是… 要… 考慮很清楚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不是說… 我好像去過旅行 說走就走嘛 做得很足 要計劃得很足 要計劃得很足 這個是終身的雜任制 3…2…1…Action 做什麼… 做什麼… 睡不著… 噢 這是全球最高濃度的NM嗎? 接著呢 這個 這個不是就是全球最高濃度的NM嗎? 除了可以令到我們早上精神一點之外 更加可以令到我們晚上睡得更好 同時還有逆領的效果 你是不是吃了它才那麼好睡啊? 嘩 交氣交氣 你是不是吃了它才那麼好睡啊? 對 那我也要吃了 拜拜 NMN 為你擁有一個健康的家 NMN 讓你擁有一個健康的家 讓你擁有更健康的家 NMN 讓你擁有一個更健康的家 讓你擁有更健康的家 我很累啊 哈哈哈哈 NMN 讓你擁有一個更健康的家 你擁有更健康的家 讓你擁有更健康的家 讓你擁有更健康的家 嗯 不會啊 不會啊 以後都搞定了